为了配合情人节 台式外景节目综艺三国志 本周特别推出了幸福狗与单身狗的PK赛 将主持群分成两对 王少伟组成的单身狗队 面对纳斗的幸福狗队完全没在怕 还嗆瞎对手说老的老弱的弱 没想到才嗆瞎完 对手就真的流眼油说肚子痛 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单身狗vs幸福狗的PK赛 台式综艺三国志情人节气话 特别把主持群分成单身狗和幸福狗 要来个大PK 纳斗 赵正平 花花等人组成的幸福狗队 遇上战力满点的单身狗 还没开战先接招 幸福吗 我想换成黑色 我很幸福 看哈少远这个表情 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果然单身狗的实力不容小觑 王少伟 张立东 玛丽带领 高颜值成员一字排开 自信一百分 我这样一字排开这个阵容 太巧合了 单身狗气势如红 抢对手老的老 弱的弱 幸福狗队本来要来个大反击 没想到 我现在肠胃不舒服 肠胃不舒服 肠胃不舒服 我真的不舒服 我真的有点油 还没上场就先挂冰号 被笑试在假哭 以为PK赛增加看点 两队完成所有关卡互不相让 结果究竟是单身狗未赢 还是幸福狗拿走胜利 别忘了锁定晚间八点 综艺三国志 接着台北众文报道